當然這個經濟部告訴我們 這1000億不只三倍券 還包含什麼 董資董資 一方一方 董資董資 還有這個當機當到現在 亂七八八什麼 客家 客委會推的那個是不是 讓我們買客裝 讓我們買客裝券 對 當機當到 他自己告訴你說 先別來申請 因為我當機 還要延長 總共是1000億 總共是1000億 那當然啦 你說三倍券不夠 那政府另外再加碼 這個也許也是美式一樁 各部會搶 現在連那個內政部都有 你有沒有看到 單身聯誼 不厭倦 糟糕了 身分證 身分證莫碼 0123456789 隆中來 那塊也不分 有內政部在這裡 內政部 Logo 這應該是真的吧 這應該不是假的吧 來 推了一堆券 但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三倍券的時候 政府其實一直告訴你說 輸回綁定 趕快輸回綁定 然後你不肯輸回綁定 然後你不肯輸回綁定 一堆人八成以上的人 還是要去領實體券 然後沒關係你不輸回綁定 我推一大堆 懂資懂資以方以方 不厭倦不厭倦幹嘛幹嘛幹嘛 全部都只能輸回綁定 你一定要寫個資 為什麼 三倍券可以有實體券 為什麼 動資券不行 我想要拿一張動資券 我想要有一個表框 把三倍券放在這裡 動資券放在這裡 一方券放在這裡 什麼農油券放在這邊 然後表框政府恩責天下 不行嗎 不行 對 不行 因為除了三倍券之外 後續推出的就再也沒有實體券了 你非得要上網 登入你的姓名 電話 maybe你的地址 身分證字號 你才可以有抽獎的資格 好 是不是有點怪怪的 也許政府直接要推數位綁定 但這件事情 在孫大謙的眼中他覺得不單純 他認為民進黨政府借著 我們要講這不是我們的立場 但是大謙委員他有這樣的質疑 我認為是可以討論的 他說發放動資券 義方券 客裝券 農油券 展開個資大數據的蒐集行動 他認為這樣跟很多民意代表 要蒐集選民的手機號碼 不是異曲同工之妙嗎 事實上這樣的質疑 在用健保卡三倍券的時候 就被質疑過了 我們要負責任說當時包含院長 包含唐鋒政委都告訴我們說 沒有任何個資收集的問題 也不會有個資外洩的問題 因為超商只提供讀卡 所以政府會負責 當時三倍券的質疑 我們的政府是這麼回應的 那麼事後推出了很多很多 不同的電子的優惠券 現在同樣的質疑又出現 我想政府也應該跟人民闢謠一下 不會有這樣的事情 有一句話叫做 就是桃子跟梨子 它成熟的時候 因為桃梨本身美味可口 就會有人走到桃樹下 梨樹下去摘桃梨 所以下面的草就被走出一條路來 還不只是人 連動物 連這些猴子它都會去 所以桃梨不言 夏至晨熙 好的東西它就是好 你不用出聲 你不用說話 大家都知道好 對不對 今天我們不是說政府 因為現在是需要宣傳的年代 可是從防疫到現在 會不會有點太大內宣的 就是說我們一直跟國人講說 我們是最棒的 因為我們是湘北隊對不對 然後安西教練告訴我 就這樣子講這個就好了 所以剛剛佑正在講 我一邊在看 我一邊就查 真的有 我沒聽過 佑正今天講這個 我真的沒聽過 這就有點走火入魯 哪一個部會 你沒有動作的 下一次可能 你沒有跟著衝 你就被留下來 有沒有 單身聯誼 不厭倦 真的有 真的有 我的天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以我的個人 就是我個人講 這不代表別人什麼立場 我以我採訪行政部門公務單位來講 其實他們真的很可憐 我就一句話 我沒辦法 上面老大在吹 所以每一個部會都要有 課委會要有客裝的 然後體育 那個什麼 體育署 文化部要依放券 文化部要依放券 教育部要董事董事 然後對 教育部跟體育署 要董事董事 那科技部要怎麼辦 課委會 每一個都要有 然後還有農遊券是農委會 每一個都要有 衛福部推看病券 衛福部現在防疫期 基本上已經差不多了 趕快衛福部 現在開放國外的人 來台灣看病 今天還報了很大的新聞 我們今天還沒有特別挑 不排除 衛福部現在不排除 讓外籍人士 申請來台就醫 我們醫護人員講說 憲哥想要動作運動 我們為了防疫 已經忙了半年了 你現在說國外人要來 可能是要換疫苗 他說不做醫美 不做什麼 那個都是在找麻煩 好 我現在意思是說 其實有沒有發現 就是我們已經有一點 怎麼講 用券入魔了 就說什麼都一定要有 你沒有動作表示 你好像沒進步就對了 其實是不對的 你把你本來應該做的業務 每一個 包含前兩天 我聽憲哥在講 你的現在目前菜價 水果 農業會應該是管那個事情 而不是一天到晚跟大家 農遊券對不對 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 真的很多人在看那個 我們深喉嚨 我們這兩天走在路上 都有人講 我看到你 你要把你的券給你 我看到你一放券 我昨天才講一放券 真的 我今天我不去評論 孫大謙委員他的說法 但我跟你講 你有沒有聽人家講過 維洋哥你用LINE就好了 不用微信 你的大數據 我們不要用大江的那個 那個叫空拍機 哈萊塢導演都用那個 華為手機不能用 不要用華為的 什麼都不行對不對 現在問題來了 就是說你使用這個APP 你輸入各自 而且還定位這個事情 唐鳳政委回答的其實是 先前我們要申請到超商去弄健保卡 他這個是之前 所以是6月3號 我現在就公開問 因為其實我不怕人家知道 因為我已經用掉了 我昨天還有600 給大家看一下 昨天還有600 這不能騙人的 今天買什麼 買書 昨天帶我兒子去買參考 所以一口氣就全部買完了 有沒有 剩餘0 沒有了 大家吊一下昨天的生喉嚨 昨天是600 倒過來 昨天我的這一邊還有600 魚兒現在已用600 因為我也不怕人家 因為昨天真的有很多的網友 寫信跟我講說 文安哥你去看一下 他裡面有一個在這裡 我點給大家看 他定位 他是定位的 我現在這隻手機在哪裡 他根本就知道的 這個APP是能連動到我的位置的 這是事實 對不對 我們現在這個中天電視台周邊 他可以他很清楚的 我就是這個點 我現在就在這個點 有沒有 好精準 中天大樓 我現在就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這是不會騙人 這個APP 以及其他的APP 都是能抓的事 這是一放 那我不怕 但是你今天不要跟大家講說 這個東西會被個資鎖定 你消費習慣 然後可能會變成是一個 有參考價值的 把你的消費行為 也當成是一些資料去 讓別人用 不一定是賣 這個事情要出來說明 我不怕人家知道 我去過哪些地方或怎麼樣 我OK 但有些人講說 那你要告訴我 我用了這些券 用了這些APP之後 我會被你定位 我會被你掌握這事情 你要先告知 對不對 所以重點是這樣 我今天拿了 紙本也有 我今天拿了這個三倍券 賴老師 不厭倦我不能參加 你不能參加 你問人事 我今天拿了紙本三倍券 我要怎麼用 我不會被定位 除非有狗仔跟著我拍 但是你今天使用這一些 什麼異方圈 確實APP是會鎖定 這個我也沒有 我永遠聳聽 我是不怕人家鎖定 可是你要告訴 因為有些人可能說 那如果要我不要了 對不對 你還要輸入電話 你還要輸入身分證 你還要告訴一些細節 然後到時候他再回傳 所以這些事情 我覺得政府應該跟大家講清楚 然後最後一個結果 就是我剛剛所講 一開始的觀點 各部會其實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 真的不要為了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卷 別人就已經領先 你就落後 好像有點在競賽那種感覺 這個其實說實在的 會使得原本的業務 受到一些耽擱跟排擠 這不是好事情 你們都不用消息 包含我在內 單身不厭倦 在座有幾個人是符合資格 但是誰我就不要說了 不是我 不是韋翰哥 不是艷秀委員 他們三個你自己猜 來 俊哲 我覺得當然要抽獎 可能要留資料是為了這個 看誰到底抽到 要抽獎 你不用知道你在哪裡 可能要推薦景點 最新技術 我們之前在市政府裡面 就有討論 如果相關的訊息 他要你提供 或者你按他下去 真的不要隨便按 真的 我永遠都按不允許 馬上我們就可以把它 找出定位來說 你現在人就在哪兒 很可怕 當然政府要適宜 當然也要說 現在包括你說 這1000億的整體效益 我覺得這相對於政府的 整體經濟的作為來說 只是一小部分 我們應該是把它定位 成一個小確幸 可能各個地方政府 像我們剛剛說 我們盡量還是建議說 大家聰明用券 像這一次 我們自己就會想說 是不是要到哪裡去換個夜市券 可以多拿一點 或者你看像我們新北市還可以抽特斯拉 等等的 這可能在生活中增加一點小趣味 可能政府真的像老師剛剛說的 要再來還是要更努力的 看下半年政府的整體經濟 應該往哪裡去努力 各個部會應該在本來 他自己的業務上更加的用心 我想這一塊應該過幾個月 馬上就會過去 因為畢竟這是一個發錢給大家一個 福利的一個政策 我想趕快把它完成 大家也能夠領到 消費到 那就能讓大家稍微感覺到 這個政府經濟消費的動能 我想這是這個政策 來去推行的最大的目的 你都沒有回答韋翰哥的懷疑 定位這件事情 我跟他說 不要亂按緊 這樣定位是不是家裡面 也會被知道你住在哪裡 走到哪裡 你只要那個APP上路就有住 沒有 也許你的手機可以設定說 如果沒開就關掉 可能還是可以自己設定 我在補充30秒好不好 就是說因為我的手機 它裡面還有導航 就剛剛賴老師講的 所以你這個定位會開嗎 我每一天只要一上車 然後連接車動系統 我相信大家應該知道 他就直接告訴我 我現在該開去哪裡 為什麼 因為我禮拜四下午 就是來中間錄影 所以我在禮拜四中午 12點到2點之間 我只要一上車發動車子 他會自動告訴你 該來中間電視台了 所以你的個人足跡其實 都是被掌握的 所以剛剛賴老師講的 會不會知道當然會 因為你的手機 將會在一個地點 可能晚上9點到第二天 早上7點之間 你都在那個地方並沒有動 他就會鎖定 那是你的哪一個位置 他location是會被 那沒事就把定位服務關掉 好可怕 真的好可怕 然後這個 真的是沒有隱私 你知道這個大陸的這個 這個數位支付 非常的這個 普及 幾乎大家都在用 我記得很清楚 當時 在我們國內就有一些 這個朋友說 你知道大陸為什麼要這樣嗎 掌握你的個資 要定位你 雞花獎人大哥 台灣很棒 好險我們都還在用紙幣 我們不是也一樣 然後結果現在你一直叫他這樣 都一樣 這個當然孫大謙委員 他的說法可能 有一些他自己的想像 或者是 國外的一些例子在裡頭 但是就文安哥剛剛說的 確實會對 有興趣抽獎的朋友 造成一些疑慮 那我們願意相信政府 我們願意相信 但政府你必須要說 你得要告訴我們 不能說這種有疑慮的事情 我都不用講不理他 裝沒事 那一些少數你的政績 就拿出來大肆宣傳 我還是想要一次 真正有為的政府 不是告訴我們 誰得到幫助 而是要看著那些 沒有受到幫助的人 接下來我們要怎麼辦 對不對 這四種券 政府最後追加這四種優惠券 確實會有各自外露的問題 我覺得這件事情 一定要交代清楚 唐鳳委員在這整個 從蔡政府上任之後 在科技界 這是蔡政府 蔡總統的精英 在疫情的上半段 也被外界講 這個真的是幫他加了很多分 包括口罩地圖等等 但是我必須要強調 在這一次四種優惠券出來之後 很多老人說 我不會用 我也想買書 但是我沒辦法用 你這個是欺負 支付電子支付弱勢的 這些老人家 還有很多人他並沒有電腦 他就一般最早最早那種手機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 他這個做法是不平等 當然我覺得 剛剛韋翰提出來這些問題 有沒有各自外露的問題 我覺得現在行政院 一定要交代清楚 特別在去年 這個今年選舉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 有一個LINE的群組 突然出現一個美育儀 然後莫名其妙 你們臉書就被平 頂起來 好吧 可以 我們一定要保安 坐這 One 幹嘛 我們把把東西給人 吧 就是 這回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